國際法庭發逮捕令 普京陷險境 川普說將被捕 馬斯克說他將會再次當選 德國26年來首次訪問台灣 訪問日本擺脫對華依賴 中國新職業全職兒女流行 楊子晴豐後後被說是華人之光 王秋生質疑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儀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19日 下面請聽新聞的詳細內容 3月17日國際刑事法院指控普京 犯落戰爭罪 並對他發出逮捕令後 克里姆林宮痛批這件事 說離譜並令人無法接受 而烏克蘭卻盛贊這個決定 並且說正義之論正在轉動 據《每日郵報》報導 克里姆林宮堅稱 由於莫斯科並不承認 國際刑事法庭的司法管轄權 因此他的任何決定都無效 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卡林漢說 數以百計的烏克蘭孩童被帶到俄羅斯 但他們受戰爭法的日內瓦第四公約所保護 發出逮捕令只是具體的第一步 而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其它行為 也正在此進行調查 不過國際刑事法院院長霍夫曼·斯基坦誠 雖然法官發出逮捕令 但將取決於國際社會來執行這些命令 因為他們沒有警力加以執行 戰爭罪專家 范德比爾特大學法學教授 埋克爾·牛頓說 普京的起訴標誌著一個新的問責時代 他表明 國家元首和軍事領導人 不能在絕對保證不問責 不受監督的情況下犯下戰爭罪 曾代表美國處理幾起國際戰爭罪案件的牛頓認為 雖然由於俄羅斯沒有加入羅馬公約 存在管轄權問題 但是這次逮捕令的下達 至少在國際社會人們心目中 普京已經成了被通緝犯 這個堵死了普京流亡國外的路 未來一旦俄羅斯發生政局變更 普京仍然存在被送上國際刑事法庭的可能性 而習近平將在3月20日開始 對俄羅斯進行為期三日的國事訪問 還說此行將是 友誼之旅 合作之旅 和平之旅 牛頓認為 習近平現在最大的麻煩 是他的出發點是保黨 而對中共來說 拖延戰爭 避免俄羅斯被嚴重削弱 避免普京落台 可以避免中共成為國際社會聯手打擊的下一個目標 這是符合中共的最大利益 所以在普京最困難的時候 為他提供政治和經濟等重要支持 將會是習近平的必然選擇 中共的反人類本性若然至上 那麼習近平將如何選擇呢? 資深媒體人旁中認為 如果不去 就讓世界看到 中俄合作 無上限是句空話 如果去 中共黨魁支持世界通緝犯 也自然和普京捆綁在一起 這樣的話 中共黨魁又向世界攻敵前進了一大步 3月18日 川普在他的Truth社交媒體網站上發布一條消息 說曼哈頓地方檢處將會於21日逮捕他 罪名是對成人女演員丹尼爾斯支付封口費 特斯拉CEO馬赦克等幾位知名公眾人物都表示 川普被起訴和逮捕可能會適得其反 當日川普在Truth上指責曼哈頓地方檢處辦公室 腐敗並且高度政治化 他寫道 在沒有任何犯罪證據的情況下 基於一個腦到掉牙 又完全被推翻的童話故事 已經有許多其他檢察官證實 抗議將我們的國家拿回來 據美國媒體報導 丹尼爾斯之前聲稱 2006年川普和他有個婚外情 在2016年總統選舉期間 川普的律師向他支付了13萬美元的封口費 川普在社交媒體上回應說 我絕對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我從來沒有與丹尼爾斯有染 這是一場政治迫害 並指責民主黨人打司法牌 川普發言人史蒂芬告訴霍士新聞 川普完全清白 民主黨人又顧忌從事 他們禁了核案樓 因為一個不光彩的敲炸者而攻擊一位總統 發生這種事情 是因為川普總統在民意調查中 以很大的優勢領先於民主黨和共和黨 每個人都知道這是騙局 美國人不會容忍激進的右翼民主黨人 將我們的司法系統變成一個不公正的系統 這將給民主黨帶來巨大的反效果 並以我們國家的恥辱而告終 當日 特斯拉CEO馬斯克表示 如果被起訴 川普將會在大選取得壓倒性勝利 川普的律師塔科皮納向媒體說 如果真的被起訴 川普將遵循正常程序 不會與執法機構陷入僵局 社交媒體《真相》負責人魯涅斯 告訴《Newsmax》 如果他們繼續前進並提出起訴 這只會讓川普總統更容易贏得選舉 Twitter的網友也紛紛說 曼哈頓法官是被川普助選的 有人說 他們將陷害川普的消息提前放出來 是想試探民意、造賊心虛 害怕敗路之後 搬起石頭摘自己的腳 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部長 瓦特申格將於3月21日訪問台灣 這將成為26年來首位訪問台灣的 德國部長級官員 台灣立委王定宇說 這是台灣與德國關係的里程碑 德國和日本舉行首次高層政府磋商 討論如何減少德國對中國原材料的依賴 德國國會有台小組副主席社夫勒說 相隔26年後 德國部長級官員再次訪問台灣 這當然是一個很強烈的政治信號 自由民主黨支持台灣的傳統由來已久 也因為台灣是一個民主政體 而予以力挺 王定宇對媒體說 德國是以前最親中共的歐洲國家之一 因為中共阻撓 德國和台灣的發展 以前在官方層次相當少 這次德國教育發展部部長等重要官員訪問台灣 這代表著台灣和德國的關係 提升到準官方層次 這也代表台灣和德國之間 在印太地區有共同的戰略利益和戰略價值 更代表著自由民主國家了解台灣的重要性 而中共和俄羅斯動不動就違反國際規範 用間諜行為或戰狼外交侮辱他國的主權等 也是促進台灣和歐洲發展非常重要的因素 另外據《日經新聞》報導 德國總理索爾茨18日前往日本訪問之前 告訴北京聽 不能用武力來改變現狀 他將減少德國對中國經濟的依賴 18日德國和日本舉行了首次高層政府磋商 雙方同意在經濟安全方面進行密切合作 以共同應對全球供應鏈緊張局勢 和烏克蘭戰爭造成的經濟混亂 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暴露了德國經濟在能源方面 過分依賴俄羅斯 德國官員對和中國貿易方面類似問題保持警惕 德國官員說 和日本舉行首次這類磋商的決定 具有相當大的政治和象徵意義 就日本來說 無論是中日之間的釣魚島糾紛 或是中共極端的動態清零政策 對全球供應鏈的衝擊 日益彰顯的中共戰狼外交 以及愈發緊張的台海形勢 都令日本認識到 必須在中日之間設立防火牆 時事評論人唐靖遠認為 德國它是歐盟的老大 德國的外交取向 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歐盟的一個整體取向 它釋放的信號就是歐盟開始意識到 在印太區域的安全問題 包括在台灣安全問題上 德國以及歐盟不能置身事外 中共最近頻頻在外交上打出了一些組合權 它的核心的目的是在於要重建中東 以及東歐地區的一個政治格局 尤其是中共越來越不掩飾它支持俄羅斯的立場 那麼迫使德國開始意識到 之前與中共的經濟關係 很有可能會成為未來被中共要脅的籌碼 就是因為德國 它已經在能源上依賴俄羅斯 而在這次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之中 得到了沉重的教訓 德國現政府對北京採取了 比前任更強硬的態度 正在探索擺脫對中國經濟嚴重依賴的方法 中共央視網16號說 最近3年中國高校畢業生在求職困境下流行一種新型職業 存職兒女 即是存職在家照顧父母 由父母發工資 17日中國人力資源服務商 《前程無憂》發表報告說 應屆畢業生的身份似乎變成隱形枷鎖 13%的受訪者坦然自己是父母的全職兒女 網易15號發文說 一群剛剛畢業的年輕人在家裡備考 或者因為找不到工作 變成了存職兒女 在逗犯上 一個存職兒女工作交流中心群組內 有將近3,000人 多數是高學歷 因為就業形勢不好 成為存職兒女 18號 大型媒體人黃先生告訴大紀元 全職兒女身份的流行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第一個原因是中國的經濟環境不好 很多人失業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進入了老年化社會 很多老人到了高發病時期 需要人互理 與其請外面的人 不如花錢請自己失業在家裡的兒女 第三個原因是 有一部分獨生子女 從小嬌生慣養 不適應社會的競爭 也不願意出去找工作 就在家裡做家務 討好父母 然後父母給她發工資 12號 公眾號Pierre Bang 劉鶴發文說 劉鶴回來成為存職兒女 已經成為常見現象 在求職遇到阻礙 學歷過分地競爭的現實下 他們選擇做存職兒女 作為迂迴戰術 黃先生說 很多985的大學畢業生和海歸留學生 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又不願意去做低層的工作 只能在家裡 很多存職兒女在網上說 每天小心翼翼地看著父母的臉色 幫他們買菜、煮飯、做家務 然後問他們拿一些錢用 學者李源華指出 整個中國社會扭曲了 包括價值觀也扭曲了 你在外國 越是家裡有錢的家庭 越是鍛鍊你早點出來工作 不可能培養完你 回來你還在耍腦 據中共教育部的統計資料 2022年高校應屆畢業生 大約有七成左右還未找到工作 2023年高校畢業生再創新高 增加82萬人 近日馬來西亞華裔女星楊梓琴 憑信式傳宇宙奪得第95屆 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 成為首位奧斯卡影后的亞裔演員 因被封為華人之光 香港影帝王秋生覺得這種說法很奇怪 她的解釋獲得很多網友力賺 楊梓琴在奧斯卡獲獎後 大陸媒體等華人媒體 稱一式以華人之光為題 報導楊梓琴豐厚的喜訊 而同樣為楊梓琴感到高興的王秋生 甚至於Facebook發問說 對華人之光這詞不太理解 她解釋說 如果一個黑人拿了奧斯卡 一堆黑人出來說是黑人之光 我們覺得好怪 演得好就贏了 但換了華人 歡呼華人之光 似乎就順理成章 好像演得好 但你是華人 就不應該享有這一切 王秋生認為 楊梓琴得獎的原因最主要是演技 只要有機會 有能力 有演技的人 並且懂得講英文 一定有大把光 鐵文引來上萬名網友的點讚 影迷紛紛回應說 說得好 你說得好有道理 在電影中 演員的演技讓影迷產生共鳴 感受到演員角色的情緒變化和情感 這些演員他們都是電影之光 說得好 認識英雄更英雄 事實上 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 發聲明恭賀楊子琴的時候 再次說她是香港演員 港聲杜汶澤也在Facebook上發問說 溫馨提示香港政府 楊子琴是馬來西亞人 全球人類都是同一個民族 大陸知名音樂博主慈斌近期在微博寫到 這是楊子琴之光 她的努力和她的成功都是她的 我們為她鼓掌為她學彩 但不是一定要找到和自己有關係的點 這一節新聞就為大家報導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粵語內容 歡迎轉發 你的轉發就是對我們的最大支持 再見